《距离浪解厮守期》播出已过去两周 这档节目热度更是空前绝后的高 也捧红了不少艺人 其中包括日本艺人美伊里牙 不过这档节目的最大赢家并非美伊里牙 也不是谢娜 而是他们七人商务街道手软 出舞台播出两天后 日本艺人美伊里牙便在短视频平台火了起来 随之她的人气大增 并且快速反超谢娜霸榜人气王 目前她断层式领先其他姐姐 距离第二的谢娜都差她几千万票 不过作为人气王的她在线下人气并不高 而且除过浪姐之外 她也没有接到其他节目邀请 与去年通过出舞台爆火后的王心灵完全不同 或许与她是外籍艺人有很大关系 而一开始就受到网友关注的谢娜 在两期节目结束后 也仅仅只接到了一个商务 出舞台排名最高的陈家化 也仅仅只有两个商务 而他们七人商务街道手软 刘亦云和吉娜三个商务 两人都是外籍艺人 不过两人目前都在国内生活 吉娜是跟随丈夫朗朗来到国内 刘亦云则是在中国发展的艺人 刘亦云唱跳能力非常强 她非常适合这档节目 目前人气也非常高 而吉娜镜头并不多 而且节目组官微观于她的宣传非常少 她能够与刘亦云一起拿到三个商务挺意外 朱朱 曾可妮 卢靖山四个商务 这三人整体话题度和热度并不高 不过朱朱被网友称为浪姐似的门面 而且杰云在公演舞台中整体表现不错 因此拿到很多商务也很正常 张佳妮五个商务 张佳妮是著名演员 她在节目中的存在感并不高 不过她的舞台表现不错 加上目前人气也不低 因此拿到五个商务也是在意料之中 刘亚瑟七个商务 刘亚瑟是演员 歌手 也是前OP组合成员之一 很多网友可能没有听过OP组合有刘亚瑟 其实之前她叫刘欣 也就是她在组合时的名字 后来她修改了名字 虽然很多网友也忘记了她 而在出舞台 她敢于第一个登台 就吸引了很多网友 而在一宫舞台 她在现代组 他们的龙泉舞台更是拿下了最高分 目前她的人气虽然不高 不过她才是真正的赢家 而且可以说她目前接商务接到手软 浪姐是一档已经出道一人二次选秀节目 而姐姐们之所以接受节目组邀请 参加节目大多数也是见这档节目热度非常高 可以通过这档节目提升自己的国民度 从而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而目前通过浪姐4播出后 商务接到最多并不是人气排名前几名的艺人 大多数都是在节目中存在感不高的艺人 她能够拿到这么多商务 可以说是最大的赢家 浪姐4节目组在节目开播后 发起了案例投票 说白了就是网络人气投票 而投票超过100万的姐姐将解锁出舞台直拍 目前浪姐4安利投票已经结束 最终仅有5人投票数没有上百万 而日本艺人美伊里牙以6900多万票稳排第一 内地唱跳第一人孙月跌出前十 吉纳排名第十挺意外 日本艺人美伊里牙在出舞台带来了一首极乐净土 出舞台播出时并没有掀起多大火花 不过美伊里牙的舞台很快在短视频频台火了起来 随之她的排名快速反超谢娜 并且一直稳居第一 谢娜作为内地人气最高的主持人 她在节目微播前便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虽然她在网上投票输给了日本艺人 不过线下人气和国民度她都要比美伊里牙高许多 排名第三的则是争议很大的徐怀玉 徐怀玉作为平民天后 很多她的粉丝都期待她在出舞台演唱我是女生 能像去年的王心凌一样曝光 不过出舞台她并没有带来引起大家共鸣的歌曲 而是带来了一首纷飞 出舞台结束后 她没什么关注度 而在一共舞台播出后 她由于滑水冲上舞台 也正是因为一共舞台播出 她的票数快速上升 虽然她被不少网友吐槽 但从投票快速上升 并且最终排名第三名也可以看出黑红也是红 陈佳化则被徐怀玉反超排名第四 而刘希君第五 刘亦云第六 宫林娜第七 曾可逆第八 秋辞炫跌至第九 吉娜上升至第十 吉娜排名能够进入第十挺意外 吉娜作为外籍艺人 虽然跟着丈夫郎郎已经来划多年 不过在节目中她的镜头 话题度都不高 甚至官微对于她的发文都很少 她还能排进第十 说明有很多网友非常喜欢她 陈冰 孙月跌出前十 陈冰虽然在一宫就遭到了淘汰 不过刚开始她的人气排名非常高 而最终排名却跌到了第十一名 孙月作为内地唱跳第一人 刚开始她排名前五 后来人气一路下滑 但最终下滑至十三名 多少有一些出乎意料 值得一提的是她们人气下滑都是在一宫节目播出后 从中可以看出每次公演舞台对于各位姐姐人气影响还是很大 除此之外 黄丽玲 汪小敏 贾静文 刘亚瑟 排名都太低 其中 黄丽玲和贾静文两人都是台湾艺人 艺人是歌手艺人是演员 他们参加节目前 知名度就很高 但最终排名一个十九一个二十六有点出乎意料 而刘亚瑟是《浪姐4》播出后 接商务最多的艺人 他可以说接商务接到手软 但他票数只有六十多万 排名倒数第三 《浪姐4》虽然刚播完一公 但这季节目已经彻底出圈 网播量 网络讨论度 以及一元成绩都十分亮眼 敢超第一季 不是奢望 当然了 《浪姐4》的出圈 离不开争议 这两个字 比如龙泉被质疑不如Problem 谢娜被吐槽用力过猛 徐怀玉滑水明显口碑大跌 花海和稳别难分高下被热议等 但总体来说 《浪姐4》已经凭借一宫 实现了开门红 尽管网上吵翻了天 节目组也确实有些鸡蛋过度娱乐 所以罕见发了声明 但节目组和芒果无疑已经是大赢家 提到《浪姐》这档节目 不少网友的态度非常无所谓 很常见的一个说法 就是成团没什么用 《浪姐2》的冠军奈英甚至在《浪姐》三成团 夜公开提到过 关键是节目组并没有减掉 成团是否有用先不谈 但哪些姐姐能成团一定是浪姐最大的悬念和看点 包括那些不追节目的网友也会关注淘汰名单和成团名单 甚至还要发表自己的看法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抛开粉丝滤镜的话 《浪姐4》哪些姐姐能成团呢 笔者认为 六位姐姐成团无悬念 她们从加盟浪姐4那一刻开始就提前锁定了成团位 首先 陈佳化一定是会成团的 芒果去年就曾想要想SHE合体加盟浪姐3 但无奈没有实现 如今 即便不能邀请Hebe且人家宣处于运期 但陈佳化一个人站上浪姐4的舞台 依然是浪姐4阵容中咖位最大的姐姐之一 主题曲《NV》中 陈佳化站在了异常显眼的C位 出舞台的恋人未满尽管算不上最佳 但依然拿到了第一名 不排除有情怀分和人情事故分 一公的舞台叮叮当当 不仅拿到了四人阵型第一名 而且是全场最高分 综合陈佳化自带的国民度 人气以及节目组的重视程度来看 陈佳化最终拿到一个成团位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大带率会是浪姐4的年度冠军 其次 谢娜成团也是没悬念的 平心而论 谢娜在浪姐4的阵容中 绝对是领先国民度的存在 成名后几乎没有断档期 人气也切切实实是名列前茅 所以 她其实不需要靠浪姐4实现翻红之类的目的 她是真的喜欢唱跳这件事 但可惜的是 尽管谢娜曾是芒果自家人 但浪姐4并没有基于她更好的保护 如果把加根版中她对于团队的尽心尽责放入正片的 她如今遭遇的骂声可能不会那么多 至于龙泉和谢娜遭遇的质疑 笔者认为这个舞台确实有瑕疵 但也并没有那么差 更不至于被某些网友说 仅次于路灯下的小姑娘 谢娜本人也确实给人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 但她明显精神高度紧绷 迫切希望靠浪姐4的第一次正式公演证明自己 希望某些网友不要跟风黑 多看看谢娜身上的闪光点 再次 美伊里牙成团也没疑问 美伊里牙的爆红 不少网友认为芒果再度碰错了人 但笔者认为 无论是去年的王心灵还是今年的美伊里牙 芒果都是能预料到的 剪辑大代律只是一种预扬先逸的方式 虽然浪姐4还未公布一公的个人喜爱度 但美伊里牙的人气应该低不了 而且从三宫开始应该会是人气王之一 最终顺利高位成团 第四位 孙悦大代律也会成团 以孙悦的国民度 人气和状态 她如果不能在浪姐4成团 不仅是大暴冷 而且不合理 节目组不会自作孽 此外 孙悦不仅是成团的热门人选 也曾是最终C位的高呼声人选 但由于陈佳化的存在 她最终可能会与C位市值交比 第五位 刘希军 刘希军去年常驻了生生不息港乐季头 收割了大批路人粉 国民度和人气都大幅提升 而且算是重回了芒果艺人资源的怀抱 被重视的程度很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 刘希军被大众熟知的身份是慢歌高手 但其实她有自己的摇滚乐队 如果在之后的公演中能展示乐队能力和唱跳能力 她彻底大红也是有可能的 第六位 刘亦云 或许某些观众不熟悉刘亦云 也不熟知FX这个韩国女团 但如果提到刘亦云和宋茜曾是队友 那么就能比较具象化地理解刘亦云的实力以及人气 所以这位全能 A4成团没悬念 当然了 从出舞台以及一工的表现来看 刘亦云已经展现了自己超强的唱跳能力 这里指的是真正的边唱边跳 很多观众已经表示路转粉 除了陈佳化 谢娜 美伊里牙 孙岳 刘希君和刘亦云六人成团无悬念外 笔者认为能成团的演员最终可能是张嘉尼和朱朱二选一 或者两人都成团 就好像去年浪解三成团业的剧本一样 王心灵组除了吴景岩外全员成团 而且当晚最大的悬念就是张天爱和吴景岩谁能成团 最终张天爱成了幸运 而吴景岩成了一男品 张嘉尼和朱朱在浪解四的开播前 就被公认是本季的两大门面担当 一公又分别凭借叮叮当当和Problem美上了热搜 都有很浓的女团发 但愿能双双成团 但是如果成团业还是二选一的剧本的话 笔者认为张嘉尼的希望更大 因为张嘉尼似乎与芒果综艺更适配 后续与芒果有更多合作可能 至于朱朱 她明显不太适合综艺 尤其是真人秀 初舞台因为无心的几句话就遭到了群潮 她还是更适合演戏 而且笔者感觉她本人对于成团这件事也没什么执念 或许正印证了当初的传言 朱朱加盟浪解四是经纪公司瞒着她报名的 所以朱朱才不得不来 在抛开粉丝滤镜的前提下 你认为哪几位姐姐能再浪解四成团呢